對於基隆成績轉運站 謝國良委婉用先天不良 來形容成績轉運站 從前市府開始 總共歷經四次工程變更 導致遲遲無法完工啟用的情況 向議會報告 相信大家今天可以去現場 看到就是現場的整個環境 我自己去的時候也看了很多次 那感觸也蠻深的 我覺得比較委婉一點 我們用先天不良來形容 這個工程的一個實際的情況 那這工程其實也經歷了 四次的一個變更設計 111年的11月 也就是我上任前的一個月 那那個月也是剛好 我們的前市長林市長 跟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有去那邊視察的日子 那可能會有市民朋友 以為說因為視察了 所以就要準備完工了 可是其實結果並不是這樣的 就在他們視察的那個月 我們又第三次進行了變更設計 也就是雖然去看了 我覺得這個就要講清楚 一般人你去看 大家就會覺得你是完工才去看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他這個看並不是完工才去看 他看的時候馬上又變更設計 當然也要求市政府團隊 未來在說明各項工程進度時 不要用工程術語來說 而要用一般民眾聽得懂的話 來跟民眾和議會報告 我們要檢討就是所謂的完工比率的定義 那我也不曉得說 你第三次 第四次變更設計19樣 第三次變更設計也是111年11月 但是你就說你完工比率99% 這明顯與事實不符 那針對這一點我們要檢討 要更清楚的給予 一般市民所理解的 工程完工進度情形 而不是你們工程界自己在講說 我認為幾%完工了 幾%完工完根本還沒有驗收 大家都以為完工就能用 其實所謂的完工到驗收到啟用 那都是很大落 這就是市民的語言 跟你們工程界的語言 有很大的落差 那這樣子的話 我認為大家未來在專業的溝通上 我們還是有待加強監討改進 不過市議會最關心的 還是成績轉運站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先讓民眾搭車通勤呢 市長謝國良大訊室表示 市政府團隊 麗拼今年七月一號可以先通車轉運 讓大家來使用 那零售商店商場的部分 可以再延到下一階段 所以目前就是有了大約是希望能夠在七月一號前 我是希望務必 拜託務必為了我們這個通勤族的需求 真的是要把七月一號這個日子 一定要務必做到 再一次的拜託 民署長要督導好這個的相關進度 所以對於成績轉運站跟這個一些過程 我想我第一階段是報告到這裡 那這也是我對這個事情最真實的感受 跟最實際發生的情況 那我覺得一個工程發包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發包的不好 後續就是多災多難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包括一些結構 我們發揮 請問